我的女孩们 第一次和大家认识是2020年的9月份 来一份的粉丝见面会 我很幸运的被抽中了上台和一博一起互动 我在台上全程盯着一博看被你们发现了 发言的时候说希望一博可以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永远平安喜乐 那天有很多姐妹羡慕我 可是有更多姐妹不知道的是 我之所以那天去见面会 是因为我中毒抑郁症复发 挣扎了很久决定离开这个世界 在我离开之前我想去看看它 两年我偶尔上来更新视频 跟大家报平安 想告诉你们 我现在进步很多了 我有在努力的治疗 好好的吃药 今年开始我情绪稳定了很多 我每天都刷牙洗脸 吃饭好好的照顾自己 有时间我还在学心理学 我现在有一个梦想想跟大家聊聊 就是等我好起来以后 我想做一个85号公益心理咨询室 希望越来越多像我一样的抑郁症患者 能证实抑郁症 好好的治疗 谢谢这两年来 你们每一条留言 发的每一条私信 让我知道还有一群 和我一样喜欢着一博的女孩 在等着我回来继续喜欢她 想和你们说的话 其实太多了 好好活着 就有机会再慢慢讲给你们听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